凡人游戏 凌晨三四点钟 他就要摸黑起 不过男嘉宾 自己却觉得 自己的工作非常的好 他也很幸福 很开心 那为什么男嘉宾 会有这么好的精神 和这么好的心态 我觉得这一切 应该是源于 他曾经军旅生涯的生活 那说了这么多 今天男嘉宾到底什么样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本期交友男嘉宾杨学江 年龄34岁 身高1米70 职业猪肉生意 月收入1万元以上 主城有两套房 三个门面 有车 婚姻状况 离异女儿跟对方 大家好 我叫杨乔江 然后身高170 年龄34 在菜家卖猪肉生意 现在在菜家中根城住 有自己的厨房 然后有辆代步车 我的工作形势 早上三点钟起来 一直要到下午三点钟左右 工作对于我来说还不算辛苦 因为以前唱过军的 现在全说工作辛苦点 也能多挣点钱 为以后的生活打下基础 我的性格比较耿直一点 比较无耻 做事情还是比较踏实 认真 有一份责任心得住嘛 做任何事情还是想把它做好 我对我们的朋友还是比较耿直 对家人确实还是很重感情 我个人业余也好啊 断点身体也跑步 这个业余生活啊 没事呢 希望个人安静一下 休息一下 偶尔煮点饭 收拾一下不 他的有点呢 都是不怕脏 不怕累 哎 喜欢找钱 在外头的时候 人家就是一毛万人 国父面都好得很 笑死了平时一些啊 饭得去煮起还是端起来 记得手上那会儿吃饭的啊 或者国父面那些 还是赶忙拉在医院里去看了 反正给给给做啥事的 都太少吃了 还挺快啊 很不良都出了门了啊 这个勤奋的很 他们家人都是很高 这个从来没跟那个那个吵过架 生意好 真的还轻了人的 别给他们搞不赢 我在哈马尔德里去买过肉的 从来都缺劲当年了 那么在邻居家人眼中 勤奋努力的男嘉宾 又曾经有着怎样的感情过往的 现在我的个人状态啊 是属于立业有小孩 离婚原因呢 是和亲戚性格不和 然后各方面 兴趣爱好也不一样 没打着共同意愿的 是一个规律 跟妈妈的 择偶要求啊 还是想找个漂亮点的 贤惠点的 然后爱笑国家的 男嘉宾的择偶要求 漂亮 贤惠 爱笑 持家 得知男嘉宾的具体情况以后 咱们编导也及时地和特派员 进行了沟通商量 今天这位男嘉宾 他就是一个卖猪肉的 自己的形象 外形 是比较帅气高大的 非常的吃苦赖劳 而且是一个生活态度 很积极 很阳光爱笑的一个男孩 因为本身他这个工作 其实在我们看来的话 如果在市场里面卖肉 肯定起得很早 所以如果不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的话 真的可能就干不下来 对 但是刚刚我听你 在给我介绍说 他的心态很好 很好 生活很阳光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个人倒是觉得 首先第一 他需要找一个 同样跟他是比较外向 比较乐观的这样子 对对 最好对方也爱笑 那如果两个人都爱笑 那首先第一说明 两个人的心态好 第二也说明 两个人对于未来的这个方向 也是一致的 生活都很正能量 很积极 对 那他个人的情感经历怎么样呢 他曾经离异过 有一个女儿 但是是跟对方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需要可能女方要能够接受他 曾经离异 然后现在有小孩的这种 个人情况 对 是起码的 然后我刚刚还想到的是 因为他们现在做这个猪肉的 这个市场的生意 那应该是比较艰苦的 对方也应该是一个 同样吃苦耐劳 而且可以帮他 把这个家庭操持好的 这样的工作 有了大致的寻找方向以后 编导也做了大量的筛选工作 最终为男嘉宾 匹配到了合适的约会对象 本期交友女嘉宾 万丹丹 年龄23岁 身高1米55 职业餐厅服务员 月收入4000元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大家好 我叫万丹丹 然后今年23岁 身高155 我的话现在在餐厅当服务员 然后月收入是3000到4000 我自己感觉我的性格的话 还是非常地外向 开朗 活泼 也比较热切 我在餐厅住服务员 对于其他的客人 非常地热切 也得到了很多客人的认可 我兴趣爱好的话 我平常比较喜欢唱歌 然后偶尔和朋友出去打球 逛街之类的 我还比较喜欢养小动物那些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 我曾经有过一段感情经历 当时他跟他的以前旅游 纠缠不亲 然后身边的异性朋友也比较多 没有距离那些 所以说我最终忍不了了 然后就跟他分手了 这是我第二次来发人游戏了 然后我的招呼要求 还是跟上次一样不变的 身高在1米70以上 前一人一定要断轻缩 不要偶断失联 在组成要有一套房 然后他的话 必须要有招呼 以及上进心 女嘉宾的择呼要求 1米70以上 不要和前任藕断失联 组成有房有上进心 女嘉宾想要找一位 有车有房有上进心的男朋友 咱们男嘉宾可以说是 非常符合要求 而女嘉宾的漂亮贤惠 也是男嘉宾所喜欢的 两人的匹配指数达到了80% 不过今天的相亲能顺利进行吗 好 各位啊 今天又是一个高温酷暑 烈日当头的季节 我们也是为了更全面的了解 我们今天男嘉宾工作 生活的情况 于是今天我们是专程 来到了蔡家老街 此刻我们就在男嘉宾住的 这个家的楼下 我们先把他叫进来 一起先认识一下好不好 来 叫鸭 你好你好你好 来 名授大家 就这个季节要出来相亲 我相信大家都是真的想寻找真爱的 是不是 找个家嘛 看你这个膀子上面这个色差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是干嘛的 两个人说 现在就是祝福嘛 因为都要送他送货上班 然后去摩托特别比较方便 我刚给大家讲 你早上一般三四点钟就要起床 是不是 对 一天第一单生意是几点钟开始 是啊 五点吧 五点左右一时来就早就来了 五点多钟有些人就赶早逝 就要来开始买肉了是不是 相当于从早上三四点钟一直要干整整一天的时间 中午可以迷糊糊糊 一般年轻人可能现在吃不下这个苦 平常不是很高嘛 我们都喜欢住好点游好点 所以说都选择这个踏实点 踏实一点 你就是一个很务实的人 我觉得是 我觉得不辛苦 不辛苦 我觉得很幸福 有工作处 最好会办的状态就是你干一份辛苦的工作 然后你心态还很狠 现在的辛苦啊 比起那是在部队都服役的事啊 现在都觉得太轻松了 当什么兵啊 我们是属于空降兵 是属于特约兵 我们是属于 现在我都能理解 我要是走过来看到你 人生剑子柔了 又被个是特约兵的嘛 我也是习惯的 我现在三十岁 十四年了 第一次还在不在吗 第一次现在要差点的 哪怕是退役十几年 但一朝一世 这个气势依旧在了 能不能给我展示一下 我应该站什么 应该站谁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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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懂 好鼓掌 哎呦 君与生活曾经留下的那些影子 就是坚韧 哎呦能吃苦 我我还发现这个小娘身上有一个特点 嗯 你是一个特别爱笑 很乐观的人 哎呦哎 曾经那段失败的婚姻 也没有对你的这个心态 产生过什么影响吗 还是有 还是有哎 还是愚昧了很长短时间 哎 还是哎 那么说哎 嗯 是为什么离婚的 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 嗯 没得要是共同预言的 嗯嗯 好然后啊 嗯 生活的关键也不一样 离婚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离婚的年多 啊就是你希望能够找一个什么样类型呢 希望她呀是漂亮的嘛 哎哎哎哎哎 幸福这个爱笑这个嘛 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跟你一样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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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天辛苦回来了嘛 大家以笑人相应的话 嗯嗯 我都觉得很温馨 嗯 我们在这聊了这么久 我忘了跟你说 女嘉宾早就到了 她也是在外面 听资料交 都听了几个小时啊 听到交响以后了 那我们赶紧先去短女孩接到 好不好 好好好 两人马上就要见面了 而今天的女嘉宾 会是男嘉宾喜欢的类型吗 好吧我开始跟女孩说的 让她在这个楼下等 哎好看一下哎 应该是就是穿白色裙子的那个女孩 符符合你的几个要求 是可以小乖小乖 嗯小乖小乖的哈 有没有演员 啊 这个看正面的小得多 啊 你来看那里要求 这有点要求吗 啊肯定有要求 这个高度不对 你就得都看不上个仔细 除了外形的要求之外 啊 也希望她是一个贤惠善良的女孩 对不对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她最好是也喜欢笑 哎 不瞎点吗 不瞎 哎 我不知道今天女孩是不是爱笑 哎 哎 我们先给打个招呼好不好 蛋蛋 哎 你好 你好 这女孩扭过头来还朝着咱们笑啊 哈哈 这一点哎 跟你的要求也是不模仿 哎 对对对 有关子女 有亲和力 有亲和力 好吧 好吧 咱们先赶紧上去认识一下吧 哎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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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丹丹啊 来握个手认识一下啊 对男嘉宾的理想还是很可以的 人长得高高大大的 然后也挺帅的 还是小乖小乖的 比较乐观 哎 比较整人了 还是爱笑 辛苦了哟 哎 哎 我看照片 感觉人家女孩长得挺白的 怎么今天看人要黑一点的呀 可能是因为太阳比较大 然后出来晒了 她意思说 今天晒黑了 对对 这儿等了好久哦 还是有一会儿了 啊 你看嘛 别跟个别 自己跟这个晒黑了两堵了哈 就这个天还愿意出来相亲的 真的不容易啊 再加上今天人家女嘉宾丹丹也是专程 从石桥铺过来到蔡家老街这边 是吧 就这个态度 就必须得点个赞 那就绝对是真爱了 是不是 对不对 应该在那儿等那儿就拿着 是台子了 是 接下来我们那个板子 这冰块给他们讲个文吗 哎哎哎 要得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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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块在哪儿吗 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啊 那行吧 我们就不在外面浪费时间不多说了 那我们先赶紧到家里面去 吹吹空调 闭闭鼠 然后你们也可以聊一下 好吧 那小杨带个路 好吧 好的 见面之后 两人对彼此的感觉都还不错 可是到了家以后 他们的发展会依然顺利 光荣之家 还有这是莫大的一个荣誉 军人家给我们谁 爸爸也是军人 他是参长人员 他是越南职位方式的 好 退一小人 所以光荣之家 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有兴趣 参观一下 请进 好 随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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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男嘉宾在下面跟我们说 把冰块准备好了 马上马上 确实有冰块啊 以前我觉得好凉快啊 这个里面 你这空调一直开着的呀 一直开着空调 欢迎我们 是 好 那不是应该你自己平时在这常住的一个地方是吧 我主要是父母住 那平时你自己跟父母在一起住吗 现在也是在一起住 我那边房子还没 你自己也有房子 没刚好玩 那问一下丹丹刚刚进来以后你自己有什么感觉 其实我感觉有一股那个很大一股猪肉的味道 哦 这比赛有点尖的呀 这家里有存货吗 呃 有 有 肯定有 存冰箱 存冰箱到来了 来 我可以欣赏一下 欣赏 我看这种 主老板个体份不错到底要放好多厨 那两个都宝骨 我们糖果 酷得 我爸爸的哥哥也加起来 他们兄弟人感情很好 有点啊 还有机制啊 谢谢 那都是老家的韩菜啊 这都是在生活气息还是很浓 正常的 这看得出来很喜欢在家里的 室观一些 女嘉宾刚刚进门以后说闻到家里还是有一股这个 就是衣服嘛 因为他不经常闻他肯定闻得出来 也敏感一点 敏感一点 我们听着闻他 现在都习惯那个味道 就得吃那个味道 好好好 到了男嘉宾的家里面 虽然说他们家的东西放的比较多 但是收拾的还是经济有条理 平常里面的东西有那么多吃的 那些菜啊 都很有家里味道 吃点习惯吧 好 其实我刚刚还看到 这些 几项目我们家的 小猪的逻辑 有什么讲究吗 有什么讲究吗 这为什么会把这边放在这 是说爱立昨天 Woods看到了一堆租 很有福气嘛 都把它买回来 ин 还有脚 哎呦 哎呦呦 ひん 一模一样 毒 吉祥物 带给家里一种好的意图 生意越来越新鲁了 是吧 各位兄弟 先休息 放棄 房子几家啊 上市 参观好吗 这是卫生间 这是好 这是不参观的 这个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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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第一次有男嘉宾主动 让我参观卫生间的 诶 十年以来 我第一次带着镜头 参观男嘉宾的卫生间 走吧 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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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经有条的啊 你看雨伞挂在一个相应的地方 衣服也挂在一个下 有点那种强迫症 我们家里面有点强迫症 不喜欢很乱 还是喜欢稍微整齐点 就为什么男嘉宾 他们家里面 什么东西都经经有条的 因为他们父子俩都赢过 这个从军的经历 这是部队留下的 养生的习惯 那我住在家 住这一家 住在下午里 下午 上午好 好 但是人都不凉了 对 都不凉了 那你平常晚上几乎 哪个板的电打住啊 我收集对下 说明什么 说明首先第一 他工作很累 就回来以后倒头就顺 就比较忙嘛 对 就没有什么 差不多 差不多 你时间和经历去做起码 起码都是一个睡觉的作用 第二 就说明这个房间里面 除了他没有女人 但是他得不需要跟他开的 等着把住在啊 我觉得女孩子 这个扑盖床上是有点暖的 扑盖也没有紧 前面目前一个温住鞋 比较随意嘛 但是衣柜那些 我还是收拾干净了的 衣柜那些还是 哦 你看上面裤子 整齐 叠的一条一条 整整齐齐的放在上 对 就是 哎 都是扑好了的那些 那个衣柜最里面的衣服 哎 哦 你看一看 军装 军装 现在还留着 哎 留着 这是你训练服 还是米菜服 这是整装 哦 来看一看 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嘛 好吗 哎 蓝色的衣服 单单只不知道 是哪种军装 空军装 哦 你还笑的呀 因为我很喜欢 拿玩成那个金装 我觉得很酸 我家里面和他交流啊 他说话 语速啊 刚刚好 哎 说话也 也比较温柔 还是一个比较 稳重的女孩 很多女孩有这种 叫什么 军旅 对于梦 是吧 或者是说对于丁哥哥有一种 与生俱来的一种 真人的梦 出败 对吧 阳刚真气嘛 为什么还一直 你把它挂在衣柜里面 珍藏 也有十几年的时间 喜欢啊 还是很坏一点 那是历史吧 还是很单纯 那是 都是在布里沙 这种纯粹的感觉 在于之间的感情 也很纯粹 是是是 面对阳刚的男嘉宾 女嘉宾的心里 好感度更增加了 而就在大家 其乐融融交流之际 房门却突然打开了 北妈 你是哪个 是北妈 北妈 我是爸爸 哦 你好 你好 叔叔 帮回了啊 犯人游戏 叔叔回来的时候 我当时 心头其实是非常紧张的 我当时心中在想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还是从哪儿回来 做生意 没嘎嘎嘎 还在送走啊 现在 哦 没嘎嘎 好 我今天跟你介绍一下 这个今儿小杨 到我们这儿来相亲 我们是犯人游戏的 好 我们给他今儿介绍了 一个小妹妹 一个余嘉宾 叫蛋蛋 你认识一下吗 知识 蛋蛋 他这个过程问题 你最近啥态度 他自己绝对 你做不做机 他自己能够高兴能够得好 他自己处理这个事情 我做基本用 要他自己 自己问题 自己解决 我们做啥东西 你觉得第二个女人 适合找一个拿出原则 关键是他能找起 他自己获得来自他的心 我们说只能有建议去 现在这个社会好 又不确认不较遲 条件又好 我们家的条件 我买的都是上 No.1 你觉得他和这个人 是配不配感情 合不合 要他说他都做得到 我说再好的东西 他都说不好 那也没办法 你看我们今儿来了 你要不要 要事弄到主 你给妹妹要不要弄点啥 什么东西 吃习惯的 习惯的 你去牵啥 你去牵吧 牵吧 看得出来啊 大哥也是一个实在的人 就这一点 你们父子俩 这个一脉相承 水果啥子都可以洗了 饮料 水果 韬片 都挣出来了 这位是 小杨 五瓜巴的五嫂 自然好善 有冷感 有勤快 有身子兼用 还有回生气 比老的又好 北妈 你来看一看 你觉得这个妹妹 跟你们自然叹气 可以 宝贝 我才在说宝贝 宝贝 宝贝 大家也可以坐下来 慢慢吃 边吃边聊好不好 在家里的时候 他爸爸 然后又是拿西瓜 又是拿翅膀 又是拿翅膀 然后感觉就是非常好开 特别的热气 又是拿翅膀 那你讲的是拿疗的 老家吗 老家是在殿江的 老家是在殿江的 上面都是在重庆的 你什么啊 什么啊 哪是吃的哦 现在在那个餐厅做服务院 嗯 后能玩啊 会 还是可以 好耍耍 人多 好耍耐心 我觉得工作这个东西 这更喜欢的耐心 只要是我性格比较外向嘛 所以说跟他们那些都比较活得难 没有毛病的 你平常下班喜欢做点啥子 有点啥子兴趣还好啊 跑二步和门茶一样 你也喜欢跑步啊 跑二步才 跑二步多年二生的人 你平时那么帅啊 偶尔去消费一次 就比如说那种游乐场刷呀 都说一门麻辣了会儿 对你的各种问题有啥子要求这些 还有啥不要求呢 我每个都叫的是 像我那个男朋友孝顺对我好 我来孝顺啊 父母是真正的父母孝顺父母 那种那种站着去做 你让人想要温度啊 身体哪些不舒服啊 我跟男嘉宾聊天的过程中 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 还是有很多的共同语言 以及共同爱好那些 觉得还是多好的来年 性格爱好方面呢 还是大致相同 经过一番交流之后 男女嘉宾之间的距离 逐渐拉近了 可是接下来直率的叔叔 却忽然问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 她的结果婚的小孩现在有八岁 她那个娃儿现在是哪个在抚养啊 她的娃儿是跟她前妻的 她妈妈那边的 她妈妈那边的 她前妻之间还会不会存在着 因为那个娃儿什么抚养肥啊 那些或者是 还有更多因为那个娃儿 然后那些接触啊 那些啊 不管那个说那个娃儿 那是我们养肩的生活质 她老孩和妈 怪不过我们一部分婆婆 也都义不把她抚养成人 每个月付2000块钱抚养肥 基本上这个娃娃就接触了到现在的 对于说就只给个抚养肥 然后其他那些都娃娃就接触了 主要都是消耗问题 因为离婚的时候也是 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才有这个婚嘛 也不是说单方面的 都是怕你们两个 会因为毕竟有个娃儿嘛 然后会因为那个娃儿 到时候会复活呀 然后偶短四点的 最开始我还是心头有点担心的 因为毕竟他们两个之间 有一个娃儿 然后我都在担心 他们两个会不会以后 因为这个娃儿呢 更多的结束 看好规律的照片嘛 这个妹妹多乖的啊 就是我很喜欢小孩儿 小孩儿 我妈生儿很乖的 说到小孩儿这个问题 其实我还是多喜欢小孩儿的 然后再想她是个妹妹 然后我也特别喜欢妹妹 以后会不会可能 有可能会因为这个娃儿呢 符合 还是没得可能的 因为离婚这个事情呢 也是想好了的 也是考虑了很多方面的东西 才离离婚的 因为那个东西不是开玩笑的 她跟我讲了之后 跟我解释之后 我心里都打消了这个顾虑 你能不能接受她的那种啊 还有你也能成熟 你也是的 她就说起来 你跟那个接受她 身上也有义务 来共同来护养这个娃儿呢 各方面照顾她呀 观影起点她呀 多方面的 都要有这种成熟 她经常也要回来是吧 要从亲生父母对待她 她起码要保住这条她的心 那是她老孩嘛 然后她有时候偶尔回来啊 回来耍孩儿 我可以对她好 给她买点东西啊 对对对对 买点东西啊 买点东西啊 不是买点东西啊 不是买点东西啊 关心从心目中的事情是对她 那边父母也是 也是对她强个保抑 我们那边父母也是对她强个保抑 她的一家父都是一家人 希望不管任何她 都要有同等的业务来对待 她的小孩肯定也要生小孩 然后到时候是够的 那是一样的 但是想让我把它看成亲生的人 的话可能有点累个 心目中的感觉 感觉有点累个 有点差距是 对 她爸爸跟我说 要对她那个娃娃 相对待亲生的女儿一样 我只是说实话 这边上答应了她爸爸 但是其实让我能够去的话 真的有点做不到 因为毕竟亲生的跟那个别人家的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当时她说的她对于我的小孩的话 不可能当亲生的 能够对待的话 我觉得她是对的 没得毛病的 我觉得 我的规律 她有自己的亲生妈妈都够了 有我的父爱 我觉得都行的 我觉得我也不会想这个事情 不会要求这个事情 毕竟以后还是要个人 过好个人的生活 我觉得 我要留她个人的亲妈 找个房子更好得行 其他当然是 但是男嘉宾她对这个事情 是很理解我的话 她我觉得她还是非常开明 像我这个时候 小两口的生活是哪种状态 老的大家都觉得 女儿都应该在屋头做饭 等那种先起两屋 但是我都不想那种 我都想国家有国家的一个工作 两个人出去一会儿游 撒海 事后远方还是想要 我还是有点儿介意 跟父母住在一起 我也介意 我很介意 但是结了婚了 最好是你们年轻人 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不留房子 最好是两个单狗出去做 维持你们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老年人吃的东西 跟你们肯定的开店不一样 我们的家庭 有时候有一个 我吃得哭的都开店 平时来吃不吃 来帮忙啊 吃不吃来都我们都哭 因为我从小也不是 在城市上长大的 不是嘛 从小也是在农村长大的 爷爷朋友大 所以说基本的家户 那些还是都会住的 所以说吃苦那方面 还是有一定的那个 当时听女嘉宾她说 他们老家也是属于农村的 然后从小到大也是 比较勤快 比较能吃苦来了 那一点呢 我确实是很欣赏的 上回去了家不 会把家庭搞好 不搞得我的的 好 高高兴兴的 你要啥子 买啥子都行啦 本池的是买起的 不存在 车子也是买几个多物的 又不是一个两个 这小时候都有 那这边是隐瞒的 你买了本池车的 我了解到他们家条件 其实是还是可以的 有几套房子 以及几套车子 然后男嘉宾 但是他都没有提过 我都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低调的一个人 比较可靠 那杨大哥 对于现在的生活 很满意 而且对于自己的条件 很有信心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对吧 大哥也说了 像这车子房子那些 都不交个问题 对吧 那个黑洞老百姓 严重的大问题 这还是不交问题 咋子是问题啊 我们家前不交问题 是是是 现在的经济条件是不错 但是刚刚其实大哥 也留有一句话 那要看一看 对方能不能够 吃得下这个苦 我们特意去小杨 他现在就是做生意的地方 去认个路 认个门 你看怎么样 哪个可以 哪个可以 好嘛 好嘛 走嘛 为了让两人之间 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行人又决定 到男嘉宾 卖猪肉的市场 去实地考察一下 而到了市场以后 他们之间的感情 又会发生 怎样的变化呢 你买辆大温 什么意思 我爸他以前 给别人 老板开车的时候 那个老板也是买了个奔驰 然后他有一个情节在里面 要综合一下 才决定买到这个车 走吧 你也从那个奔驰里面出来 发现外面还实在有 真的 我都说不来 大奔里面做的当然凉快 但是大奔里面的凉快 那也是平时 在外面汗流浃背 一点一点的汗水 累积出来的 应该煮上 就这个汤位 对这个汤位 真的吧 就是整规的门市场有汤位 整规的门市场有汤位 整规的门市场有汤位 整规的门市场 所以就是汤位还不止这一个 对不对 不止一个 你平均一天要在这待多长时间 待在这多长时间 十五六个小时 因为我们现在 此刻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是盛夏 所以这个地方叫酷暑难 但是到了冬天 他又是过堂风 是不是 丹丹 感觉怎么样 条件真的好艰苦 没有 很幸福了已经 有个地方 老朱老的已经很幸福了 在你看来他艰苦是 艰苦在什么地方 就我现在刚刚觉得 站了几分钟 我现在都觉得好热啊 都有点受不了的感觉 然后更何况 他们冬天那么冷 夏天有那么热 然后一直站着那么久 他们是怎么过来的 后面他带我们去看了 他们工作的地方 卖猪肉的地方 然后当时我心头是更加的钦佩他们 他以及他们家 我就觉得他们一家人 都是这么的勤奋努力 以及其心血力 不是因为有十几年如一日 在这个外面汗流浃背 对吧 风吹易善 大奔打来的呢 你们说说肯定有搜换 行好吧 这个地儿找到了 这个门是认到了 那以后 咱们单单 到底以后是作为 这个顾客的身份 过来照顾一下生意 还是说 到时候以这个家庭成员的身份 过来关心一下 这个咱们就要看一下 看一下 接下来 接下来他们自己的这个 了解的情况 和最后的决定 是不是 你看接下来 蛮敢拍的 我们去吃房间 我带你们去吃 我们吃饭去吃 一起嘛 哎呀孩子上打分上面 你吹空跳舒服的哦 玩游戏我们等你 好来欢迎 哎呦 哇 VVIP待遇啊 刚刚咱们开了得有 差不多15分钟 20分钟左右 是吧 差不多吧 啊 就是开这么远过来 就说明第一 这个地方味道一定很好 对吧 第二 说明小羊很有诚意 就不是说在这边 在这个路边或者家附近 随便找个地方 哎 什么 这个 感觉应该是经常来啊 说明什么 我当时 当时并回来 学了段时间的厨师 那都是一家人了 对吧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今天就是小娘相亲 我们是凡人有喜 这个新人 丹丹 在你眼中 你这个曾经的徒儿 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男孩说实话 真的是很可靠的一个男孩 说实话真的是很不错 因为毕竟我也是有父子父还有孩子妈妈 也能够大年纪了 我的女儿都二十岁了嘛 然后都是个男人来说的话 干事情很踏实啊 不管是朋友啊 这些嘛 反正我觉得都很热气 变成年轻人 然后有很多根子 我们平平平说的事情 反正是一个很可靠的一个男人 来说的话 通过都是啊 师父 师父 真的很 真的 虽然说我说实话 我那个师父 也没干个啥子 哈 也没有为他做个啥子事情 觉得 真的对我们啊 那些也是很好的 也很尊敬的 嗯 师父看一下 就是这个单单和你的徒弟 我觉得很不错呀 我觉得单单一看也很面善 我们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然后才说他认识十几年 他觉得他也是一个很善良的男孩了 一个人孝顺对朋友有善良 我觉得肯定的话也不会差到哪儿去吧 辛苦你 感谢你 祝你生意行动 老板娘的夸赞 让女嘉宾对面前这个优秀的男人 更为欣赏 而男嘉宾呢 他对温柔的女嘉宾又会是什么感觉呢 准备安排些啥子吃的呀 就是吃点鱼 吃锅呀 粉丝菜呀 反正是加上菜 你两个月开了二十多分钟的车 把饭碳专门喊过来 两个人也请你安排这种饭 那应该来说你对他的影响还是可以 没打着毛病的呀 还是可以 真说还是不符合我那种心目中的那种 哪个说我还说不来了 实说 有什么咱们就实说 我觉得因为伤亲这个东西啊本来就是少小选择 对不对 是吗 你刚刚那个话的意思你虽然没有就是把这个话说得很透 但是我听出来了你的意思就是说还是差点演员是吧 差点演员嘛不符合我心目中的那种梦中情人的那种感觉嘛 那我就想问一句 你既然觉得不是你梦中情人的样子 差点演员 那为什么你还要专门安排过来吃这个饭呢 这两个月来了嘛 还是要听个技术的意思啊 女嘉宾她应该也是单独了半天喝了 你们今天也很辛苦 大家的一切都想朋友能够坐下吃个饭 我刚刚听出来这个意思了 那其实更多的你对于女孩也是一种礼貌 梦中情人也许是做老婆的第一要素 但是呢 过日子 柴米优言还有很多很实际的东西 所以呢 因为接下来吃饭还有时间 你也可以再了解一下 好不好 全方位的了解 最后再来做这个决定 好不好 没想到男嘉宾对女嘉宾并无心动感觉 不过约会还没有结束 这顿饭之后 她们之间还能擦出爱的火花吗 吃鱼不长肉 我不晓得学们想吃 平时来我的软饭吃呗 平时我在鱼肯定是过软饭的菜 不然当个洋活锅的菜 但是我只会用点老中加成菜 就是简单的 但是大鱼打着的话就不会了 我们也是只会用来加上菜 就是一打里面那些都搞不来了 只会用来红烧肉啊 回锅肉啊 就用来炒点肉丝啊那些 可以了是吧 我找点话来说嘛 找些话来说 不然感觉气氛太凝固了 不是有局无局的找些话来说 那你对你的这个以后 另一半游戏什么之要是吗 看着气氛嘛 看着气氛嘛 看着气氛的职业嘛 那性格呀 国防的女生 性格我也是喜欢温柔一点的女生 比如说 一起看个电视看到 节目过头有啥是好吃的呀 都可以两个人一起去尝试哈呀 我总是把这种 比如说的 晚上刷了个好吃的呀 然后都可以找到好个地方去吃 或者说 我们买点材料 回来一起弄点饭来吃啊 把这个朋友看起来 一起吃啊 大家一起刷哈啊 是否喜欢小动物呢 是吧 我是喜欢猫 喜欢猫 我本人是比较喜欢小动物 比较喜欢小动物啊 我觉得它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然后身上啊 还是有很多 上光点 有我认同的点来里面 在聊天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两个之间 也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我对它的好感也更增加了 饭桌上的这通交流 还是很愉快的 可这能改变男嘉宾之前的态度吗 好 吃完饭以后呢 我们现在在餐厅外面的这个路边 把两位叫到一起来做最后的选择 其实我相信呢 通过今天一天的相处下来 包括后面啊 我们单独采访了解情况以后 那我们也对于对方的这个态度 心里边应该也很清楚了 我相信你们现在也有自己的判断 所以我们就不在这个地方啊 就这个再进行赘述 我们就直接来进行选择啊 选择的方式 哎呀我刚刚绞尽脑汁 因为呢 咱们吃饭这个地方 除了鱼 就是黄鳝 那我刚刚出来呢 到处转了一圈啊 找了很久之后 帮你们寻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个 选择的道具啊 在我的手上 哈哈哈 有两根 狗尾巴草 有两朵 不知名的 红色的鲜花 呃 当然这个意义 其实我拿出来 大家觉得都很明显啊 那红色 代表的是爱情 啊 那这个呢 就代表着你们 我们愿意选择对方 啊 这个狗尾巴草 代表什么呢 嗯 哈哈哈 它是绿色 代表我们对于未来的一种新的希望 那我们就是祝福对方 也希望 自己以后还有更好的一个缘分 好吧 那接下来我就把 这两个不同的选择 分别递到你们的手上 你们待会面对面站好 啊 我数三二一 如果愿意选择对方 就请拿出这个红色的花 如果拒绝对方 就请拿出绿色的狗尾巴草 好吧 来 其实 因为男嘉宾本身也是一个很务实的人 一休休 来 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的男女嘉宾最后 他们会做什么样的决定吧 三 我觉得男嘉宾是一个比较低调成文 可靠勤劳的一个男玩的 说实话还是非常符合我的要求的 二 女嘉宾比较上街人意 比较温柔 达达防风量还是 一 请选择 三 我们等你 三 二 一 请选择 你们以后能够做朋友 那我们第二期 其他的观众朋友 大家如果也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报名相亲 大家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拨打电话8805 8805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到龙库新市二楼 反而游戏卸下轰炼服中进来直接报名 好了 爱情靠争取 外部放弃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